右图是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分的三角形 我们先把它的面积标示上去 如果底边长12公分 我以最下面这一条边当底边 求底边上的高 也就是题目在问 这一条底边上的高有多长 要求底或高先找面积 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乘以高除以2 也就是说底乘以高之后 还要平分成两份 其中的一份才会是三角形的面积 也就是说底乘以高 其实是三角形面积的两倍 所以底乘以高 分成两份 平分成两份之后 才会是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三角形的面积乘以2 三角形面积的两倍 就相当于底乘以高 而 我们用验算的角度来看 我可以求出 三角形的高 会等于 我把三角形的面积乘以2之后 再除以底 这是乘法的基本验算 因此在这个式子当中 我就知道高的求法 就是把三角形的面积 因此这个三角形 它的高就是7公分